哈囉,大家好,我是緣 那昨天是五代木轟第一次開馬 那這部影片主要是來講昨天打完的心得 還有一些注意的地方 但是在影片開始前 我先講一下關於會比獸的門檻 雖然我在這一關沒有用到啦 因為這一關實際上是反射有力 那會比獸身為一隻貫通 我們盡量達到這個一擊殺的門檻 事情才會比較簡單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首先是這次心目轟的新陷阱 那台版官方把它取名叫做變色圓環啦 那我來介紹一下它的四個特性 第一個,當碰到隊友時 自己還有你碰到的隊友圓環都會變色 那角色攻擊的倍率也會隨顏色去做變化 那第二個,就是變色的順序 那我們會先從藍再變黃再變紅 那紅再變就是藍了,就會變回藍 那倍率分別是0.5倍變1倍再變10倍 基本上呢你沒有變紅色是幾乎沒有輸出的 那再來是第三個 友情或者是非職歐的追打也能吃到 那發動的順序是先變色再發動友情 所以就會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比方說我們原本喔 一個角色是黃燈,我們撞它讓它變紅色 這樣它可以10倍友情 或者是原本黃色的角色,撞爆炸角 也可以發動10倍友情 尤其是最後面那一個 如果你想用牛盾配右爆角的話 可以多注意一下這個特性 那再來是第四點 開大號令時角色互相碰撞不會變色 比方說瑪娜 所以有人配合瑪娜跟惠比獸 去直接秒掉一條血 但是小號令就會變色 比方說韻角的東周災邪熱 它是小號令,但是它就會變色 我個人是覺得不太好用啦 就隨緣開吧 那這次關於變色圓環的介紹 就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進入惠比獸的門檻吧 那首先是關於殺掉這個蜜蜂女王的門檻 那它的前提是超平衡加地雷 加上120等 然後再加上兵命 再加上10% 然後在身上是紅燈的時候 達成這些門檻的時候呢 我們要對目級 然後再加上8900 或者是對目上加上11194 加上這些攻擊呢 你身上有帶地雷的時候 就可以一擊 把這個蜜蜂女王給殺掉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 就是王的部分 當我們在2階SS 還有超平衡 然後身上都還有4個地雷的時候 還有120等 再加上將命-10%紅燈的時候呢 那我們對目級加上9950 或者是對目上加上12350 那這可以做到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開SS的時候 王就算沒有降防 我們也可以直接用亂打 把王打掉一整條形 那最後一個門檻是芬里爾的部分 就是那個會復活的小怪組 那他就是超平衡的時候 還有身上有地雷的時候 120等 然後達到弱點 然後身上是紅燈的時候呢 對目級加上1650 還有對目上加上3500 那基本上你有達到前面兩個門檻 你這個門檻一定是隨便超越 那達成這個門檻呢 你就是帶地雷 然後達到弱點就可以一擊殺芬里爾 主要就是這三個門檻 那會比獸如果可以達到這三個門檻 那事情就會簡單非常多 那會比獸的門檻我們就講到這邊 好那我們就進入正題 那我的隊伍呢 一批東周災邪惹 然後二三批是阿扇劍 然後四批是這個 普元店長 那如果你沒有什麼角色的話 我會接你帶這個普元店長 而不是會比獸 原因是 因為這一關其實血量壓力還蠻大的啦 那如果你一直 就是怎麼說 你不想一直去刻意的回血的話呢 那普元店長的這個吸血 可以幫助你穩定血量 然後另一方面呢 阿扇劍啊 他本身是死神組嘛 然後又跟這個店長同 戰型通擊種 共用果實非常簡單 所以阿扇劍真的是 你也可以考慮的對象 好那我們這邊呢 好 店長變紅 好把這個蜜蜂給打掉 好第一關結束 好第二關 第二關的話 我現在是紅色 那我就直接撞 然後這邊的話 好我們繼續往下 但是因為這個阿扇劍這邊是黃色 所以他沒辦法做到什麼事情 好那我這邊呢 撞一個隊友 然後卡死右邊的樹 OK 然後那個 誰啊 那個血熱的友情 還順便把盾給打掉了 非常好 那這邊我店長位置有點尷尬 感覺哪裡都不對 但是我後來發現了一個角度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角度 好就是這樣子 OK我也不知道我當時怎麼看到這個角度的 反正就成功了 可喜可賀 還把血吸回來了 他真的是很會吸 但是這邊 位置就真的不好了 我也看不到什麼特別的路徑 就隨便吧 我隨便打 好那雖然沒有卡死 那阿扇劍這邊也變紅了 但是上面那個蜜蜂女CD也剩1 一定要馬上打死 不然等一下我們就要死 他中間那個是放全敵雷射 非常痛 反正不要被碰到就對了 他傷害高到應該可以當即死 好第三關 那我們先把上面的樹給卡掉 好然後把讓他把那個貢血怪放下來 然後這邊店長喔 位置超級好 剛好可以卡點 然後店長本身又是紅色 那我們就直接 卡吧 砰 OK 結束 這關兩動就結束了 超級快的 好 好第四關 基本上第三關我會建議你 就是盡量去卡點的方式 而不是 而不是硬打 硬敲之類的 因為第三關阿 王不會降仿嘛 那如果你隨意的把貢血怪打死的話呢 那你剩下對王輸出就會蠻困難的 OK 那這邊第四關 那我這邊有跟你說過 洋蔥 血量很少 是很容易就打死 好 盡量解決啦 盡量快速解決 這樣子呢 才不會被洋蔥岩CD 好 第五關 那第五關雖然我們店長是黃色 但我想應該還是可以卡死的 OK 那這邊呢 下一動血熱很順勢的直接卡點 OK 卡死一隻 好 這邊阿扇錦應該也是可以卡的 我們等一下直接卡下去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麻煩點了 以這隊的火力來說打芬里爾不太妙 而且我這邊位置不好 我其實也看不到一個好的路徑去打 我這邊只能隨緣 好 那因為我打這一關阿 被這兩隻分立了 這個折磨太久啦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快轉 OK 那這邊呢 輪到店長了 我覺得再降下去不是辦法 一定要打死的 我們這邊直接不要留情 開SS吧 好 打死一隻 打死一隻 OKOKOK 但是我們都沒有打到下面那隻耶 好像不太對 這樣打得死嗎 他追擊打得死嗎 好 我們這邊 我們現在是黃色喔 好像不太對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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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喔 好像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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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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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驚險了 好 進入王關 因為其實王關大部分輸出都是靠卡點啦 那你只要有卡到的話 輸出就已經蠻不錯的 對於SS的需求就沒有說非常高 你可以適度的把SS開在清怪上面 我覺得是OK的 OK 那我們這邊呢 好 位置沒有很好齁 但是還是有卡到樹 只是沒有卡死 那我們這邊 我再去卡右邊好了 看能不能卡死 卡死一隻 另外一隻沒死 沒關係 這邊要紅色的阿扇劫 直接卡死一對 好 店長 好 先這樣 我們先把以樹全部打掉為主 好 共血怪放下來 那我有說過 打共血怪的輸出是打王的三倍齁 但是共血怪的血量很少 所以你最好 確保自己可以對共血怪做到很大的輸出 那你也可以選擇直接用惠比獸灌過去 輸出也是非常可觀的 好 那這邊王剩CDE了 開個雷普利卡 抱歉一點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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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卡到大傷害 好 那這邊王就會降防 我不太清楚降防是幾倍 但是我想應該是變成跟打共血怪的輸出一樣 然後你就去卡那個 王跟底下那個盾 之間的縫隙就可以了 好 這邊沒卡進去 好 王的攻擊也是蠻痛的齁 好 在這邊就卡死了 好 那個王2 呃 這邊位置也不太好 當然我們有一個最壞的打算啦 就是如果1P呢 沒有清掉那兩隻蜜蜂的話 就交給紅色的2P 這最壞的打算齁 好 好 真的沒解決 不過我們至少有回一下血啦 好 那我們這邊2P直接解決 OK 然後又是大麻煩的兩隻了 真的超麻煩 因為這兩隻一直留著的話 會影響到對王的輸出 所以 呃 可以開店長的話 我決定還是開店長比較好 那我們這邊先 按兵不動 血就隨緣補 有補到就好 好 那這邊店長 我覺得該開了 好 可以嗎可以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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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卡進去 好驚險好驚險 好 那卡進去之後呢 這關基本上就安全 OK 那剩下就是卡點的問題 那王還有5回合到即死嘛 那我們就盡量卡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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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這邊 拉一個角度卡進去 但是沒有卡多少傷害 我的血熱呢 在這個配置裡面 只有加3000而已 說真的輸出就 就那樣啦 好 那我們繼續卡 好 反正就是盡量卡啦 輸出看起來都還算可以 那這邊3P位置不太好 因為4P現在店長已經是紅色了 我想讓他等一下就直接去卡點 所以我這邊就先直直打補血 好 那這邊店長直接卡死 OK OK 那到尾王 那尾王的話 呃... 就開個SS吧 隨緣開 開來清怪 應該 基本上因為洋蔥血量很少 不太要求這個顏色啦 所以開個號令清我覺得是OK的 好 那再來就剩下那個大洋蔥了 那大洋蔥呢就是一樣 卡點 卡他的縫隙 把他卡死 那我這邊稍微失誤了一下 只卡到他的頭 喔 沒關係 然後 痾... 這樣 不知道卡不卡進去 啊 還是沒卡進去 可惡 因為我這個打的時候呢 我不知道洋蔥左邊的CDE是怎樣 所以我其實真的很害怕 我是希望店長這一棟可以卡進去啦 如果沒有卡進去 或者是把他打死的話 就超不妙的 可以嗎 可以嗎 拜託 我是真的不知道他那個E是多少 所以我這邊心娘了一半 結果發現 沒啥事 也不知道他是來幹嘛的 然後就卡死 那卡死洋蔥之後 基本上就是穩住血量 然後 積極的對供血怪輸出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注意供血怪啊 他那個CD是會 加速王的倒數 CD倒數 所以 能避免那個攻擊就避免那個攻擊 我們這邊直接開一個SS 看能不能卡進去 結果沒卡進去 完蛋了 那左上那個小怪啊 會放 把王那個CD加速的攻擊 太不妙了 王就剩CD2了 我們剩兩回合了 完了完了完了 這邊 底下剛好生一把劍齁 我們來吧 應該可以卡進去 這個應該可以卡進去的 有有有有有 哇 阿扇錦MVP啊 OK 那再來就是不要死 拜託不要死 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 OK OK 店長最後一集 結束 OK 那真的是 有點驚險 但是OK的 好不好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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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